无论是内地还是美国 其实全球都在向新能源进发 这令到一些传统的资源 传统的能源企业 其实它不想去再加大的投货 因为你加大了 你预期长远的地益 应该没那么强劲的了 你不想加大 还有地限产 对了 你有这么多限产 其实美国那边 拜登上场之后 都去打压了严岩油 打压了严岩油之后 对于油组来说 它也不再想去 不再想去那么多的 去限价格 不想再去那么低价格 要去竞争 其实它们已经是 就直接由得价格不断升 而就不愿意再去增产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 会去导致到 现在价格不断升 但是就由得它 也都不去处理的情况 都涉及了一些政治的问题 那中国也是 其实中国的限电停产 早前过一段 也都是一个为了 因为想转向新能源 而这个銜接出现了问题 再导致到去 搞到一环一环 影响了整个供应链的 其中一个问题 现在也是全球性的 有这个问题在